也就是說他的這個誤差區間會高達5.96 2024總統大選藍白和協商持續數個月 終於在昨晚柯郭馬諸侯5人 於台北市軍樂酒店公開會談無共事後 宣告破局 也讓郭台敏感探藍白和最忠誠無言的結局 好像是無言的結局 你也真是中華民國的命運吧 透過KIPO大數據關鍵引擎與情分析系統發現 藍白和近一個月討論聲量將近130萬比 尤其11月15日柯朱侯三人 在前總統馬英九見證達成6點共事後 藍白和話題聲量瞬間飆漲 然而後續雙方發生民調爭議 悟空對方統計學解釋有問題 侯陣營面對柯陣營指控 民調讓6%也算侯柯配 邀請民調專家在22號開記者會說明 其中文化大學莊伯仲教授解釋 判定侯柯配的抽樣誤差範圍 只有5.96%而非6% 如果是1068分的話是正負3% 然後1082分就是正負2.98%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誤差區間會高達5.96% 未料莊教授認真事宜 卻被網友想起情歌王子李聖傑手放開的歌詞 網友將發現分享到PTT 立刻引發廣大共鳴 李聖傑近一個月熱門關鍵字 因此出現藍白河相關內容 由於歌詞除了5.9流諧音5.96 還有多段內容巧合 讓不少網友瘋狂朝聖這首預言藍白和最終結局的神曲 不能給你未來我還你現在 安靜結束也是另一種對待 當眼淚流下來 傷意吵哉 奔開也是一種明白 也就是說我們看這個誤差區也會高達5.9流諧音 把愛手進胸前坐別口袋 最後的疼愛施捨放開 還是這樣來我還會為我評評 不會這樣公開 連磋只願酒想後車越臺 有人走有人來 我的心是一個長派 張鵘密 正好ater 正好…